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心照顾着老公的孩子 但奈何还是留不住老公 老公还是出轨 并生下了私生子 这苦命的女人正是杨丽花 1944年10月26日 杨丽花生于宜兰元山 本名林丽花 是歌仔戏艺人 也是电视与电影女演员 歌仔戏戏剧制作人 她的丈夫是骨科名医前立法委员洪文栋 杨丽花在家中排行老二 上有哥哥林盛 下有两个弟弟 林明正 林明亮 以及两个妹妹 林丽香 林丽真 几人都没有接受任何正规学校教育 1947年 她加入了母亲杨好 所在的知名歌仔戏剧团《宜春园》之后 与母亲一起在戏院和外台 出演由该剧团所致演的《安安感激》 这部戏不仅是她首次单纲演出 也让她因为精湛的表演而获得好评 受到观众的喜爱 她开始以这出戏剧里面演出的名字 《翁安洛文明》 13岁的时候 她正式成为宜春园歌仔戏剧团的成员 而之后的所有演出 她均是女扮男装的小生 因为扮相美 所以她迅速成为了该团的台主 随后更是以《陆文龙》一句走红台湾 这出戏也奠定了她台湾歌仔戏 第一小生的名号 1962年 她被赛金宝歌剧团挖角 除了继续以小生扮相 与歌仔戏界受到观众欢迎外 她也在当时的闽南语电影风潮推动下 演出了数十部歌仔戏闽南语电影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这时期她还以女装扮相 在借用30年代闽南语歌谣歌名 拍摄而成的政令电影 《望春风》中单纲女主角 之后 她与素有极致歌王之称的男艺人张帝 共同出演了徐守仁所执导的 黑白闽南语电影《张帝找阿珠》 并在其中饰演慧珠一角 又在根据安平追祥曲改编成的电影 《回来安平港》中饰演女主角阿金 这些是她极为罕见的女装演出 这阶段 她的演出重心 已从50年代末期的演台戏 转为戏院演出的那台戏 许多戏院甚至为了邀请她 把本来放映电影的戏院 改装成适合歌仔戏演出的舞台 她不但是50年代 至60年代的知名歌仔戏野台戏演员 也是电视歌仔戏的创始者 她于70年代组成的台式歌仔戏团 不仅让歌仔戏在电视媒体中得以流传 也培养了诸如陈亚兰 纪利儒 叶丽娜等歌仔戏名领 她的歌仔戏演出 绝大部分为女扮男装 这不仅是她的演出特色 也是歌仔戏的特色 而且她虽然是宜兰人 但她在演戏时使用的是闽南语 并不是宜兰腔 而是台北腔 因此她和柳青 叶青 小明明 并列为歌仔戏四大小生 随着事业的蓬勃发展 她的爱情也随之而来 她在正当红的时候 认识了后来的老公洪文栋 据悉 两人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当时离过婚的洪文栋 在第一次约会时 就让杨丽花等了两个小时 甚至身边还带着前妻的三女一子 可即便如此 她还是深深地抓住了杨丽花的心 两人爱情长跑八年后 决定互许终身 杨丽花与老公结婚35年 一直给外界抗力情深 模范夫妻的印象 但在2009年 洪文栋被拍到 与一名女子同逛夜市的画面 但当时夫妻俩都失口否认婚变一事 据媒体报道 洪文栋已经不止一次婚内出轨 只是每一次被抓包 她都会马上认错回家 唯独在2009年时 她在基隆庙口被拍到 与一名女子同吃肉羹后 就再也不肯认错 也不愿意回家 气得杨丽花直接从大纸 搬回天母老家 更夸张的是 身价至少60亿的洪文栋在分家产时 竟然表示杨丽花既不缺钱 也没有为她生小孩 所以一分钱都没有给她 令她相当心寒 不是为了钱 而是因为丈夫的绝情 事实上 杨丽花之所以不生小孩 就是为了能够全心全意地照顾丈夫和前妻生的孩子 而她也确实一直以来都视她们如亲生孩子 没想到这反而成为了她的不对 此外 相传身为医生的洪文栋 其实看不起歌仔戏团圆 当初也反对妻子投入歌仔戏 不得已杨丽花只能退出了演艺圈 直到她对婚姻心灰一冷后 才又重新经营歌仔戏事业 而据杨丽花密友透露 洪文栋重病后 开销就一直都是杨丽花在支付 她本人丝毫没有要付钱的意思 虽然两人在那时早已分居 但因为在财务上一直未能理清 所以也就一直没有签字离婚 总体来说 夫妻俩之所以会分居闹离婚 除了因为丈夫频频出轨 以及一直没有生小孩之外 杨丽花歌仔戏演员的身份 和两人之间的财产财务纠纷 也是促成分居的大部分原因 此后更离奇的是 居然还有一名50多岁的男子出面 表示自己是洪文栋的私生子 让外界讨论不断 该男子名叫徐国璋 声称是骨科名医 他向法院提起 确认亲子关系诉讼 开庭时 他拿出母亲的照片 汇款证明 以及洪文栋帮忙支付他大学学费 手术费用的发票 证明洪和母亲有往来 法院审结后 判决徐国璋胜诉 他与洪有亲子关系 不过杨丽花却表示 婚姻关系 还有和丈夫的感情 不会受到影响 正当大家以为 他们走过婚变风波时 结果才事隔一年 洪文栋竟被传出 已经卧病离世 让外界十分惊讶 记者求证杨丽花 他也通过经纪人 陈秀卿回应 洪文栋先生 的确因为心脏肃疾发作 离开了人世 但没有承受太多痛苦 并表示 他本人现在陷入了 无限的悲痛之中 希望外界可以默默给予关心 不要打扰到他们 这沉重的消息 放在一般人身上 可能会被打垮 但发生在杨丽花身上时 他放弃自己 很快就从其中走了出来 2006年 杨丽花有了新欢 贵宾犬仔仔 是他的心肝宝贝 天天与他同房睡 片刻不离 他还开始喜欢养花 一屋子的花 都是他亲自买来 插上去的 着实漂亮 公事当时正在播出 他和陈亚兰主演的旧作 《君臣情深》 杨丽花一方面 筹备年度新作 一方面把家居生活 壮点的花香四溢 一进门 映入眼帘的是樱花 与人等高 格局不小 杨丽花表示 这樱花是老公的朋友 从山上带回来的 得花半天才插得好 而客厅 则是鲜红孤婷花 配上垂柳式小白花 他还询问 有没有朦胧梅 滴了两滴白蓝地在水中 花不知道会不会醉 他的幽默生活梅学 尽在他一花一世界中 餐桌上是一盆圆形 双色香水玫瑰 黄色滚红边 闻起来很香 就连洗手间门口 他也贴心地放了清香的水浆 并以水盘的方式 一花一叶地围成圈 令人心旷神意 他透露 这些摆放方式 没有跟老师学 也没有流派 都是自己想的 只是因为专注 以及唯美的要求 才显得那么好看 不论表演或生活 他都尽情投入 并享受其中乐趣 爱花 插花 占据了他生活中不少时间 同时 他也多了三只狗 儿子 只要有人靠近杨丽花 他们就会发出声音 企图吓走对方 对此 杨丽花解释说 这种狗很温顺 不可能叫这种声音 应该是跟大狗学的 是想要保护我 不过 他始终放不下歌仔戏 很多观众 也都一直在要求 他拍新的戏 因为没有歌仔戏 可看 日子很无聊 但是没有好的剧本 是最大问题 班底都还在 他也一直在等待机会 同时 他也曾想过 戏班的一点一滴 可以拍成电影 可惜那时的电影行业 逐渐没落 时代也在飞速发展 因此 歌仔戏也要不断进步 才不会被淘汰 之后 他有意推出一档电视歌仔戏 以及一出舞台剧 老搭档简远信 是与他最有默契的编剧 两人加紧作业脚步 想要以最快的速度 让作品问世 他就此又沉寂在创作当中 2016年 魁为幕后多年的杨丽花 在12月28日时召开记者会 正式宣布付出荧幕 并投身制作电视歌仔戏 中校结役 他重出江湖的消息 宛如在演艺圈内 投下一枚重磅炸弹 让大家都非常关注 他怀抱着传承歌仔戏的 使命感回归 而他的结拜妹妹方方 也特地返回台湾 为他主持舞台 当记者问他家里 是否支持他的事业时 他淡定地回应 当然 而当记者在追问 他的婚姻状况时 方方跳出来提他回应说 别在伤口撒盐 如今杨丽花已经77岁了 但她还在为自己热爱的事业 做出贡献 她的心早已和她的事业 紧紧联系在一起 也祝愿她身体健康 在事业上继续取得成就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哦